兵截障,亦都有受伤 是很需要一些时间,在这个心理上 肉体上,和在装备上,作为一个整顿 虽然我说是要休息一下,前市需要休息一下 但是,我们的冲击行动是不应该停止的 所以我现在在呼吁,我们下一轮的冲击行动 但是我们今次冲击的,不是说警处 不是说礼賓府,而是香港的金融系统和银行系统 我呼吁大家,在8月16日,星期五 就是两天之后,大家在所有银行里面的钱都拿出来 当然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中资银行 但是,我们要达到冲击香港的金融系统和银行系统的话 是必须每一间银行的钱都拿出来 如果我们不敢做的话,只是拿中资银行的钱的话 它也可以和其他银行去拿钱 这是一个突击行动,我们不给一个充裕的时间 他们去准备 所以我呼吁大家,在星期五,8月16日 将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大家可能会要万几千,效果是很小的 但是在一个银行系统里面 根据money creation这个概念的话 譬如你放了100元,他这100元又可以再借出去 借了出去,他又放到银行做存款,又可以再借出去 一个循环不断去滚,一个倍数的效应 你今天只是拿了100元出来,好像很少 但是可能你实际上是在银行系统里面拿走了一千元 甚至是更加多 大家可以理解为隔山打牛 隔得越多就打得越伤 而中国正正就是这个银行体系 这个连锁反应的末端 所以最伤的一定是中国政府 最后我想跟中国政府 和香港的殖民政权讲清楚 他们今天怎样对待我们的手足同胞 怎样去残害我们的人 怎样残害香港人 怎样去压逼我们,怎样去殖民我们 这些家仇国恨 我们是一定会记得非常之清楚 我现在跟你们说 我们要跟你濫炒 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 我们要跟你濫炒 立即抱选,否则濫炒